好 体育消息来看到这个2020东京奥运女子的足球资格赛的最终轮 中华女足的最后一战是迎战中国大陆队 上半场呢 中华队的后防失守 让中国在前34分钟是连续攻进了5球 下半场呢 虽然失守 但还是很难挽回局面 一胜二败的战机无缘拿到最终最终轮的附加赛门票 好 来看到这个画面呢 中华女足在昨天的时候 东京奥运女足亚洲区的资格赛的第三轮 分足赛的第三战是碰上中国大陆队 开赛五分钟 球门就失守 上场上半场呢 招到对手是海冠五球 最终以0比5是吞下这个败仗 分足是一胜两败的成绩 无缘晋级 也确定无缘东京奥运 但是已经写下中华女足奥运史上最佳记录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